小公司出身的5050 迎接优秀的作品Qubit 成功超越热门女团Black Pink和Nugents Spotify月听众人数突破2300万 成为当前全球最高听众的女团 仅仅出道6个月 就迅速崛起的5050 成员们也受到了很大关注 特别是主唱成员Aaron 他拥有与歌手白衣林、全真雅、诺拉琼斯等相当的独特音色 近日他4年前的初中毕业照片突然在推特上被公开 引起了网友讨论 照片中Aaron戴着草帽、穿着宽松的裤子 手拿着玩具的吊杆 灿烂的笑容展现出其独有的可爱魅力 网友纷纷评论到 他的笑容怎么这么清新、只能很可爱 第一次听Qubit的时候 还以为是白衣林的声音 好久没看到有唱功的女团号召力了 没想到啊 这位胖胖可爱的女国众生 成为了红遍欧美的新女团主唱 此外 据韩国媒体报道 5050所属社主要负责人 一起乘前往美国 与当地四到五家大型唱片公司进行了会谈 为进军北美市场准备立足点 5050正在寻求在美国市场 开展出数字音乐以外的各种活动 亦在当地获得成功 爱都韩瑜社 美儿姐说最先韩瑜 欢迎赞和订阅哦